潜艇寸楼 当今世界高位的战略性武器 印度人想要大力发展 似乎并猜什么出人意外之举 毕竟印度外前的潜艇数量 已经无法满足这个难义大国的巡星 如今的印度 长官潜艇应有三个型号 共15艘左右 包括4艘新数码级 9艘基6级 以及2艘鱼级 如果在三上积极的一艘查克拉弹型攻击和潜艇 第一艘相机者战略和潜艇 印度一贯也不过17艘潜艇 对于 富士文印度网主人的印度 如今只拥有各种潜艇17艘左右 别说体现自己主人的地位 甚至连基本的水下安全都无法维护 更何况西施马级 在上世纪80年代 就已经践缝完成 如今已是古董级的老家伙 引进四年罗斯的基洛级 也都基本都过来而立之灵 虽然这些潜艇重新币已 在理法改变 已是正式梦然的情况 而2004年以法国BCMS公司 签署了第三鱿鱼级潜艇 至今不过交付了两分 到了2021年 才能全部交付 所以 鱿鱼级潜艇服役之一 电队水下内容的真空 也将达到空前的规模 所以 印度大力发展潜艇 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问题来了 如果潜艇在印度制造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首先 就是选择性恐惧 众所周知 印度作为英零帮国家 不仅与西方关系临下 与西方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所以 在选择引进潜艇生产线的过程中 必然临领多种选择 不论是法国 德国 日本等西方国家 还是俄罗斯都有可能成为潜在那边 在引进生产线方面 印度与西方国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 比如从德国引进209潜艇生产线 从法国引进鱿鱼级潜艇生产线 但是 印度目前的主力潜艇 是来自俄罗斯的击落 那么印度该如何选择 换喜 印度的先进新型战机招标工作 就是前车之舰 美国的F-16 地点的温师 俄罗斯的米格29 买至印度国产的光辉 直到今天还能有最终确定 其次 就是托元镇 印度军攻的托元镇 似乎是人所贯之 不论是光辉战机 阿雄坦克 还是印度的国产航母 都让人们对印度制造有了深刻的认识 更何况 在此次高调建造潜艇之前 印度人已经有过两次引进潜艇生产线的经历 不论是顶着德国209潜艇的光环到西舒马 还是来自法国的游鱼局 其交付时间不至立即时间 都要有长时间的拖延 比如 西舒马的订单 拖延到1994年才完成 而鱼局的手品 则比预计时间拖延了6年 直到2017年才正式交付 所以 印度想要完成 六分先进性潜艇的建造工作 绝对是一件不容乐观的事情 最后 就是否能形成战队力 虽然面对在获取军工技术方面 有着得添加后的优势 但是 面对的工业基础过于薄弱 军工技术底润又过于单薄 所以 不仅仅在武器平台的方面需要领进 造型相关的配套设施上 也必须采取买乱主义 那么问题来了 很多武器平台是不能监量相关配套设施的 比如 法国的鱼局前选 虽然鱼楼发射管 也是533毫米 却无法发射来自俄罗斯的533毫米 重型鱼楼 虽然印度也有来自德国的 AEGF UPM OBY重型鱼楼 但是 这款的古董能否装进鱼鱼的鱼楼发射管 估计是个新问题 所以 印度首方鱼鱼级潜艇非常僵促了 但是却没有客用的鱼鱼 根本无法形成战斗力 从此看来 印度人会在56亿美元建造潜艇 投入不可无不大 但是 印度制造的潜艇 想要真正成为印度人的手底杀手 所需要的时间 绝对不是成人所能预计的 如果不能在预计时间内服役 就是浪费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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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